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中国日前举行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的数学科目,疑似考题被名为李玲的教师神猜众。 据微博网友发布影片发现,李玲老师的题目与最后考题只有数字不同,有的题目超出了考试范围也同样被说中,因此造成许多网友于微博上热议。 目前中国教育部正调查中,据端传媒报道,李玲老师任教育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网友上传设课影片共四集,总共约二到三小时。 其中课堂背景中有中式考研培训机构的logo,一位南京研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法人参股的另外两间教育科技类公司过去曾被吊销执照。 综合外电媒体报道,昨天李玲透过微博表示,我在社会考研辅导班的讲述过程中,有针对冷门知识点对考生进行提示。 网上提及的有关二阶差分,假设检验的课程内容,是我近年来多次提及的冷点,又强调,我没有参与过历年,包括今年的考研命题,也没有参与历年,包括今年考研大纲的制定。 网上的相关言论并不属实,此事引起许多微博上网友热议于转发。 昨晚中国教育部在官方微博表示,初步对影片做了调查,确认所举的立体均与时考试题不同。 该老师李玲与影片中提到的老师都没有参与201,8年命题工作。 然微博上的网友看到,发文后纷纷回应,考试中心自己敢说自己泄题,此事应有第三方介入调查。 你好歹查个几天,调查下最近接触与联系哪些人,又出现在哪? 一个下午就查完了,讲个笑话,中国梦,还有网友搞笑回复哈哈,原来必须连数据都一模一样才算泄题。